這恐怕是十年來國際市場上 第一次沒有俄羅斯的小麥 俄國農業部宣布直到七月一號 停止大部分股物出口 小麥 玉米 黑麥 大麥 出口量不得超過七百噸 糧食價格蠢蠢欲動 不光俄羅斯全球百米三大出口國的越南 三月二十五號宣布暫停稻米出口 柬埔寨四月五號起暫停百米與稻谷出口 泰國禁止雞蛋出口 埃及也中斷各種豆類的輸出 疫情導致的經濟中斷也燒到肉類市場 美國一千多家工廠停工 將近三分之一的豬肉產能下降 批發豬肉上週飆漲近百分之三十 巴西 加拿大也被迫關閉廠房 全球肉品供應鏈大亂 短期更網論出口到其他國家 聯合國兩農組織指出 物流不償 新興市場貨幣貶值 導致糧食進口國股物價格急漲 聯合國旗下事件糧食計畫署 四月二十一號罕見以前所未有的 語氣警告 世界即將遭遇盛今等級的糧食危機 更令外界憂心的摺訊 是中國大陸 中共官方日前表示 四千億沙漠蝗蟲恐怕伴隨季風 在六七月的夏天進攻中國 此外媒體報導非洲豬瘟疫情 在中國可能捲土重來 加上旱災水災可能導致新一輪的糧食危機 中國大陸東北市 四月下旬下起大暴雪影響春耕收成 中國長期仰賴大豆肉品進口 統計顯示 中國三月底 已經在全世界大量採購五千萬噸的稻米 代表糧食庫存可能已經出現異常 新台灣亞太電視 陳輝莫 沈維通 台灣台北報導 台灣亞太電視 陳輝莫 沈維通 台灣亞太電視 陳輝莫 沈維通 台灣亞太電視 陳輝莫 沈維通